《全民造星3》10強參賽者已經誕生 經過年月來的相處 相信他們絕對了解對方 今次9位參賽者又如何評價他們抽到的對手呢? 我抽到的是Ki Lao 由第一天訓練的時候已經是同一組 初初她和NY一組的時候 我們幾個人一組 但你猜不到他們兩個都可以搞笑 而且那件事是很有趣的 所以我也很期待看到她這一天 我抽到的是Mimi 大家認識她就是Misha 但其實我和她一組都很多次 有training day 到後面我們水公主 吸收聯合的我 她就告訴我 原來她最喜歡我們叫她Mimi 我很希望她可以在這個 她唱舞台可以唱到她自己的歌 我覺得非常好聽 而且她的創作也是不得了 好,我是Ki Lao 我抽到的是NY 我覺得NY在上一回合20強的表演 令到我其實是很震撼的 因為認識NY久了 你就會知道其實她是面樣底 但她竟然可以在20強裡面 做了一個獅子的感覺 我就會覺得這個反差很好 我也想給一個建議NY 其實是 我也知道NY平時她一到台的時候 正正就是因為要反差 她個人的自信是不會很大的 所以我希望NY可以在決賽的時候 把整個人的獅子的本質 窮東西 對,那些瘦性 都可以再一次在10強裡面去爆炸 所以我期待看她 win 大家好,我是Ki Man王健文 我抽到的是CY 但我一早已經聽到她的聲音 就知道她有東西了 雖然她呆,但她的聲音是好聽 我覺得她有很多潛力 我覺得她有很多的發展 在她的聲音上面 公仔就是她在入10強 她唱那首紅色的樣子 拿著麥克風在台上 那一下 那一下 我想說Ki Man就是 我由40強的item 開始跟她一組 接觸了她的人 覺得她的人很誇張 然後又很友善 接著到了20強的時候 她自己個人的soul 我猜不到她可以這麼放 所以我是很期待到決賽的時候 看到她更多的這一面 那我就抽到 算了 我想畫你那個公仔 但我不會畫 我之前認識她的印象 都是S1的時候 現在看到她就完全形象不同了 沾了一段頭髮 我覺得是非常之吸正的 我自己希望可以看到她的另一面 就是已經很差的時候 我想看她柔一點的一面 我是Alina 那我呢 我就抽到Bang的 她的軟骨棒 好搞笑 其實我很欣賞她 因為她是把她自己熟悉的那個舞種 去到一個極端的位置 我覺得你可以對自己有自信 因為你跳舞的那個自信 我們是抵擋不了的 我是抽到阿Cloud的 她也會 一個很關心人的一個女生 未三歲之前 可能她是未剁磨的一顆蛇 但我覺得現在開始磨 她的光慢慢出來了 我希望她多一點自信心 告訴家人她可以的 她要走一行的路是正確的 我抽到Alina 嘩 嘩 嘩 我覺得Alina是一個難以接近的人 但其實不是 就是跟她相處過之後 我覺得她是一個 是超級搞笑的 我覺得她的聲音是可以 可以很感動人的 只不過她對自己的唱歌 有很多信心 我覺得如果她有信心一點 拾她的機會就很棒 全民升級 Yeah